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和徒弟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 难得空闲 但在面对武师这个传统技艺时 他们都听从了蔡一品的反复劝导 保证训练时间 保持武师队的实力 保证武师演出和比赛 紫城副业的圆满结局 让蔡一品仿佛看到了武师 这一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光大的辉煌 他打算排练一个新节目 以此参加国际国内的武师大赛 对狮子这种动物的爱 对武师这门艺术的爱 对石狮这座城市的爱 让所有石狮武师人充满活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 石狮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蔡世佳 牵头启动了一个石狮城市雕塑的设计方案 该雕塑有个响亮的名字 东方醒狮 当时我们在跟学校的交往当中 明确就提出了这三条 就是说要醒狮 这个狮子要混发向上 融往直前 要雄伟但是又要可爱 中国本无狮 狮子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外交流的结果 入乡随俗 在中国的文化中 狮子成为一种吉祥辟邪的灵兽 几个月后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王泽坚老师的东方显示方案被选中 东方醒狮连底座高达十米 长十四米 重达二百四十吨 它踩在大船型的底座上 高昂着头 张着巨口 呼唤远方 醒狮周围 是一片花海和时时辉辉煌的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